我现在想来给大家录一下我的空瓶剂 攒了很久的那些瓶子 实在家里是放不下了 所以我决定赶紧给大家分享一波 完全没有任何广告 全部都是我的真实分享 我这个人呢 用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不太会去过多的尝试 很新鲜的东西 如果我觉得用到一个 很适合我的肤质的产品 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无限的回购 然后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一系列的空瓶 就是我无限回购的程度 家里其实还有一些 但是我实在是太重了 所以扔掉了一部分 着重推荐的几样呢 第一个肯定是这个水 我大概从两三年前开始 但是在最近特别累 或者说换季的时候 皮肤会有点干 然后有点敏感 偶尔会发小闭口 我是一个混干的皮肤吧 我觉得这个水一直是我用下来 舒缓效果特别好的 它不会觉得特别黏腻 相对又很滋润很舒缓 然后第二个要推荐的就是眼霜 我是真的就是用空了 完全没有再说假话 这个眼霜比较好的一点是 我觉得它挺滋润的同时呢 不太会有这个脂肪力或者是其他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涂眼霜 不小心涂到很高的位置 沾到下眼前 也没有遮眼睛的感觉 我觉得护肤品对于我来说 它只要够滋润不刺激就足够了 然后接下来呢是精华的部分 冬天呢我会用这一纸精华 有一点像轻薄的褶离的状态 它很滋润也非常非常舒缓 如果说这几天我觉得我脸哪里 有一点泛红或者是有点敏感 长小闭口什么的 我涂它是完全不会出任何错的 冬天可能有一些容易卡甘纹的地方 我也会就是厚涂它 我觉得非常舒服 然后呢修理可的这三支精华 加上紫米精华 也是我使用频率很高的 我觉得修理可它相对其他的产品来说 是属于能够立即让你在镜子当中看到效果 可能在用了一周或者十天之后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发光瓶带给你的皮肤变亮 然后色修我也有用 但是色修对于我来说可能敏感啊 其他的这些没有那么的明显 所以我日常的修复还是会用刚才的这一支 然后接下来是面膜的部分 从大概20年开始 每年冬天的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工作太忙 作息不稳定的关系 我的皮肤会处在一个非常极度缺水的状态 然后没有时间去打理它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白松露面 它是一个睡眠面膜 我会在做完所有护肤之后 在面霜之后后涂它 它是很明显的能做到 在第二天就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滋润度高一个大度 我觉得如果你的皮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干 然后会有很多肌肤问题的话 卤水工作做好之后 用它去修复 然后滋润是非常好用的 至少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大家可以买来试试看 最后呢是面霜的部分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瓶子 因为这个瓶子实在太重了 家里可能还有两个一百毫升 那个大瓶 就也是用空的状态 这个面霜呢 我日常会那盒这个油来用 它是黄色的质地 我应该过往的视频应该有推荐过 我觉得以油养肤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非常流行 把它大概摇匀 有小气泡激活的情况下 大概在3滴左右滴在面霜上 把它同步做乳化 涂在脸上滋润度很够 会说特别厚重 可能有的朋友用这个面霜 它会有点长屁口或者其他的 我个人也有过这样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乳化有没有到位有关系 就是彻底的把它乳化到透明的状态 温热之后这样点在脸上 我觉得至少对于我的皮肤来说 是还挺好用的 这就是我刚给大家分享的 所有的我的空瓶剂 真的就是非常良心 毫无广告的 所以我非常适用 且喜欢用了很多年的产品 大家可以酌情根据自己的肤质 去选择性地尝试一下 如果有什么其他好的推荐 也欢迎大家推荐给我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OK 那就是这样啦 拜拜